斯元迪士台对欧巴马四年不管是在内政、经济、外交各方面所做出来的总体评价 这是四年前美国历史性的一刻 对许多美国人来说 欧巴马当选总统的意义不仅仅是正当的改朝换代 优优独播剧场 当这个鼓动人心的菜鸟参议员变成必须当家做主的白宫主人 艰难的考验正在开始 他正式就任之前金融海啸已经从华尔街席卷全世界 失业美国人口达到1100万 1300万房屋面临强制拍卖 美国经济出现了前所未见的大缺口 为了重振经济 欧巴马推出了7870亿美元的刺激方案 不过马上面临在野党的压力 共和党批评欧巴马乱撒钱 美国的失业率在这个时候也冲破了8% 根据国会预算局的统计 刺激方案总共为美国创造了300万个工作机会 但是意识形态的抗争在经济危机的时刻却是格外明显 2009年查党进入了美国的主流政治 欧巴马所有的纾困 改革和扩大支出都是他们讨伐的对象 随后欧巴马推动了健保改革完成了民主党75年来 指证时无法完成的梦想 这个历史性的胜利 却也让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共和党批评他强制投保的政策 有违美国的立国精神 民主党则质疑他没有先解决 眼前更重要的经济和民生问题 在查党推波助澜下 共和党在其中选举大有斩获 在参议院增加了六席 在众院则多了六十三席 不过即使政策得不到支持 似乎并不影响欧巴马个人的魅力 一个欧巴马的专辑作家 认为欧巴马时刻都是一副酷痒 越是面临重大挑战的时候 就越能够保持冷静 去年4月30号 欧巴马在白宫记者协会的年会上谈笑风生 但同一时间美国特种部队正在接受他的直接命令 在海外展开一场秘密任务 在白宫晚宴的隔天 美国正式宣布军方完成狙击兵拉登的任务 我可以报道向美国和世界的美国 但美国内的美国 军方案发动了一场 杀了他凑了 双方的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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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人军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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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猎杀宾拉登之前 欧巴马很早就承诺要改变美国的外交政策 他反对布希的单边主义 承诺和世界交往 让他上任不到一年就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荣誉 他从伊拉克撤军 并且定出撤出阿富汗的计划 对利比亚 叙利亚的动乱 在国际间也不扮演主动领导的角色 有人把他称之为欧巴马主义 如今又到了选战时刻 欧巴马的表现和民众的评价 即将接受实际的考验 不过另一方面超过一千万美国人持续待业中 数以百万计房贷面临违约 美国国债仍不断膨胀 社会对立的气氛有增无减 欧巴马要如何通过考验 或许他教他女儿的这段话 就是最好的建议 就是会通过议 就是本来您的联储 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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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